Hello大家好,我是阿哥利 最近大饼的长势非常迅猛 又有一种流失来了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最近收益怎么样 最近这种滚仓 或者说是浮营加仓的暴力的做法 又流行起来了 我今天就介绍一种浮营加仓的策略 这也是恰巧我在油管上 看到别人分享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内容 我会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至于愿不愿意采用 看你们自己 我个人是有一套完整的策略 从开发到上架的流程 这个流程里面 蒙特卡罗模拟是非常必要的一环 但是蒙特卡罗模拟对于这种订单之间 会相互影响的这种交易方法 它不太好去做测试 因为它要把这些所有的交易的订单结构打乱 所以这种订单之间有关系的 你把它打乱了 那么就不太符合逻辑了 所以这个还是看个人 它虽然是浮营加仓 但是它不是马丁 因为马丁它是浮亏加仓 马丁是需要凹单的 非常可能熬到爆仓的 它这个浮营加仓 就是你加仓的时候 你是一定有了利润的 并且稍微回撤的话 稍微这个行情回撤了 所有的单子也就已经出场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钟情于那种 一单一节的策略 所以对于这种方法 我个人建议还是手操 就是如果你对于当前的市场环境 非常有信心的话 你觉得会有一波非常强烈的单边行情的话 你就可以手动的去启用这种交易方法 但是如果你是打算一直把它放在盘面上 就像我们其他的这种一一样 一直把它放着去跑的话 我个人是不建议的 因为这种方法 你在了解之后 就是很明显的 它是很吃趋势的 必须要有强烈的单边才可以 如果你是一直把它放在盘面上去跑 有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这种震荡行情中 就把你的这个利润磨损掉 磨损没了 好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 这个使用方式 首先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进场信号做单 或者你直接就是手动去操作的话都可以 那么假设我们在这个价位 也就是五千五万五的价位进行了进场 我们下了一单原始的手术 就说我这里下了一手 那么下了一手之后呢 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的话 它是行情下来了 就打到我们的止损 打到我们的原始止损 那我们就亏损 认亏离场 还有一种行情就是 我们做单之后 行情并没有向下 而是行情向上 向上的话 它来到了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level 我们这里止损的话 是假设我们这里是四千点作为止损 那么它来到上涨 到下一个四千点的话 也就是这个level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笔加仓 加多少呢 加的是原始止损的等笔的仓位 也就是原始仓位是下了一手的话 我们加仓的话 也还是下一手 并且我们在加了这笔仓之后 我们现在不是有两笔持仓了吗 加仓的这一笔 还有原始一笔 我们把这两笔订单的止损价 都从原始止损一直挪到 就会挪到这个位置 就会挪到这个位置 这是这个位置 它是一笔极小的止损呢 根据你们设定 我假设这里是一千二 那么行情如果并没有走到第一 再下一个level的话 而是行情进行了回撤 打到了我们这个止损的话 那么我们无论是原始的这一手 还是加仓的这一手 都会进行出场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是盈利多少呢 首先是原始的仓位 我们会盈利到这里 是盈利2891 然后我们加仓的这一笔呢 我们是亏损1237 2891减去1237 也就是我们总共的这一次交易 是盈利1654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它这个方法 适合的这个行情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笔原始下单之后 我们在这个level进行的加仓 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这里 在这里的这个价位的止损 但是又来到了更高的一个level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还会进行一笔加仓 加的还是等比的仓 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还是等比的 你也可以设定为不等比的 比如说是原始止损的一半 或者是原始止损的两倍的距离 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演示 所以我用的基本上就是等比的距离 也就是4000 这个level到这里也是4000 到这里之后我们进行加仓之后 还是跟这里操作一样 我们会把这三个仓位的止损 全部提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刚才固定的1200点的位置 然后到这里的话 还会出现两种情况 不会就是向上和向下 如果向下的话 那么还是我们这三笔仓位啊 全部出场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是盈利多少的 那么就是原始仓位 盈利6895 然后加仓的第一笔加仓 盈利2807 最后一笔加仓 只损1230 我们计算一下 6895 加上2807 减去1230 也就是最终盈利是 8472 这就是 这个交易方法的全部内容了 很简单啊 那么一字类推啊 如果他还有下一个level 也就是涨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还会进行 更近一笔的加仓 如果再回这下来的话 那么就是四笔加仓 全部进行一个出场 我们这里只是演示的 演示到这里的话 其实对于原始的这种 一单一节来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两倍的盈亏比 不是很多啊 其实我们追求的是四五倍 就是加仓次数越多 赚的越多嘛 好我们再在盘面上去看一下 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原作者他是使用这个RSI 作为这个进场信号 当RSI进入超买区域的时候 它会继续做多 当RSI进入超卖区域的话 它会继续做空 我个人觉得其实 这种方式啊 浮音加仓的这种方式 配合CCI这种偏趋势型的指标 会更加合理一点 但是这些都无所谓啊 因为这个方法 它更加适合你手动的去 择时进场 所以我觉得原作者选择RSI 去作为进场信号 它更多的可能就是 举个例子而已 好我们看一下 它具体的操作 慢一点啊 这里应该是有个信号的 当RSI进入上延区域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笔多单进场 然后止损的话 我这里是设定的 30点止损 大家注意啊 我这里使用的这些参数啊 都只是举例而已 具体你们要使用什么参数 你们自己去做回测啊 不要直接拿我这里的参数 去接近使用 那没有意义啊 好我们继续 当然行情来到下一个level 这应该是30点 也就是止损的一倍距离 来到下一个30个点的盈利的话 我们会进行下一笔的加仓 我们又买了一笔 0.1手的作单 并且我们会把 原始这0.1手 和我们加仓的这0.1手 所有的止损都提升到 提升到这个 10点的距离 然后10点距离附近 大家一看订单这一块 这两笔订单的止损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继续 然后他再次来到下一个level 还是啊 我们会进行一笔 更进一笔的 不应加仓 又买了0.1手 然后把这三笔的止损 全部往上提 大家一看这里止损是一样的 都都已经被程序改了 再继续 好 这行情应该是回撤了10点的距离 就啊 刚好就把这三笔仓位 全部进行出场了 对 是这样的 整个逻辑啊 非常的简单 走仓呢 也是毫无压力的 我个人觉得啊 其实把它和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基于时间进场的 那个伦敦突破法啊 结合起来 它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这就是这个方法的全部内容啊 我应该还是会以 视频的形式 把这个代码进行开源 如果你是认可这种 福音加仓的方法的话 可以自己拿去改一下啊 把它的这个进场信号改一下 或者你直接就是改成手动的形式 好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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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